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真剑,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女孩从小就拥有超能力的温情片 马蒂尔达 马蒂尔达是不幸运的,她出生在一个对她不管不顾,甚至嫌她是累赘的家庭 爸爸是个黑心的二手车转卖商 母亲沉迷赌钱,哥哥也总是欺负她,但她又是幸运的 天赋异禀的她两岁会了一些人三十岁还不会的技能,如何照顾自己 四岁的时候她就已经读完了家里的所有的杂志,还能够给自己做早餐 根本不需要那堆不成器的父母教育 懂事的马蒂尔达知道父母不喜欢自己,也从来不去要求什么 这天她终于下定决心开口向父亲要一本书,父亲却说电视就在那里 为什么要看书?马蒂尔达很失落,她明白这个家庭根本依靠不上 于是她决定自己出门去图书馆看书,得到书籍知识的马蒂尔达每天都非常开心 图书馆管理员老奶奶还给她办了一张图书证,让她每天能够用小推车把书带回家看 渐渐的马蒂尔达六岁了,她口望上学,但是父母却以为她只有四岁 即便她表现出了超高的智商,他们也不答应她的请求 马蒂尔达双心的哭了,她决定要惩罚这对不靠谱的父母 将父亲的染发剂换成了漂白液,父亲将孩子们带到自己工作的地方 给他们展示了自己的工作流程,只是将破车简单地改造翻新 完全不在意安全问题,马蒂尔达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指出来后反而遭到了父亲的训斥,于是他又将强力胶涂在了父亲的帽子上 让他在吃饭的时候丢尽了脸 当天晚上一家人一起用餐,心情不好的父亲不爽马蒂尔达一直看书 将他手里的书撕烂并强迫他一起看电视 马蒂尔达非常生气,让电视机爆炸了 他也因此发现了自己的超能力,能够用一年控制物体 父亲越来越觉得马蒂尔达是个累赘 于是给他找了一所学校去读 但开开心心上学的马蒂尔达没想到的是 这所学校的校长非常恶毒,并且讨厌小孩 如果有人敢不听他的话,偷吃零食 就会被他从窗户扔出去 他还会将学生关在一个满是钉子的金碧室 不喜欢女孩的头发就拽着他的双马尾 像扔千球一样扔出去 不过幸好他们有一个温柔善良的老师哈尼 哈尼也很快发现了马蒂尔达天赋异禀 于是去向校长申请让他跳级 但恶毒的校长并不同意 马蒂尔达第一天上学回家后 也没有地方可以倾诉自己在学校发生的事情 老师来家访 这个父亲甚至觉得他打扰了自己看电视 不愿意让他进门 在学校的日子并不好过 校长总是找各种理由来惩罚孩子们 让一个小胖子吃超大蛋糕 将马蒂尔达关在禁闭室 还将学生倒过来提着 但一切都因为有哈尼在 而变得不那么糟 原来他曾经也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只不过在父母死后 他所有的财产都被亲戚校长霸占 如今只能屈服在他的恶势力之下 马蒂尔达为了让哈尼开心 趁夜色留进校长的大房子 利用超能力将哈尼儿时最珍贵的偷了出来 还制造了闹鬼的假象下校长 只是疏忽到在离开的时候留下了自己的发呆 第二天校长残暴地审问一众学生究竟是谁干的 马蒂尔达决定用自己的超能力惩罚他 伪装成哈尼父母的亡灵 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 还操控黑板擦攻击他 将他捉弄了一番之后 学生们全都联合起来朝他扔东西 发泄着自己内心的不满 将这个坏女人赶出了学校 整个学校都陷入了狂欢 哈尼也回了自己的学校和房子 最后还将马蒂尔达收养了 马蒂尔达的父母很乐意甩掉这个 他们不需要的包袱 爽快地签署了收养协议 马蒂尔达终于能跟爱自己的哈尼 生活在一起 实现了双赢 明明是拍给小孩子看的电影 我一个大孩子还看得这么津津有味 大概是马蒂尔达反抗恶势力的勇气吸引了我 这么可爱的小朋友怎么会有人不喜欢 幸福的家庭大都相似 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现实永远比电影更戏剧 还有很多无法像马蒂尔达一样拥有超能力 天赋一柄的孩子 在承受着他们那个年纪不该承受的一切 但即使这样 也一定要勇敢地面对生活 要相信他不可能会一直坏下去 这也是我为什么喜欢看电影的原因 他能够在无比残酷现实的世界里 给予我前行的动力和美好的幻想 怀疑人生时看一些自己觉得美好的电影 就是对心灵最好的质疑 有人可能觉得这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 对 我就是逃避了 怎么了 逃避可耻 但是有用 不服 来打我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 陪你一起看好看的电影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迷妹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